诸位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 一定会和我感受一样会发现 电影的颜色丰富而归离 但同时呢 我们会发现在电视机上 去看电视连续剧的时候 颜色可能就没有那么丰富了 那么这两者主要的差别就在于 他们存储颜色的空间并不太一样 那么 Aftifest既然是一个电影级别的制作软件 我们就同样提供了很多 关于颜色调节这方面的一些功能和特效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会发现在整个的影视特效里面 颜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和环节 那这一点呢 我们要说到颜色以后 大家一定会觉得 我们以前可能学过颜色的三原色等等一些 可能是红黄蓝啊 那是颜料的三原色 那么在影视的世界里面 三原色是指的光的三原色 它们是RGB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红绿蓝三原色 那如果如何的去应用这些三原色 让它产生非常丰富的变化 来为影片的效果来服务的话 那就需要通过特效调节 对影片进行颜色的控制 那么在这一节课里面 我们就通过一些对影片的校色和调色 来产生一些整体调色和局部调色的效果 来理解整个的颜色变化 但在此之前 我们可能需要先上一节课 是要看一下如何了解颜色空间 在颜色调节之前的一些重要属性 我们先来看这部分的知识 在进行正式的调色练习之前 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演示一下 关于卫生度对于图片调色的影响 那么有一个不真的事实 就是当我们在反复对图像进行调色和修正的时候 实际上这时候的画面质量 有时候是有损失的 那这个损失来源于什么地方 就来源于我们的反复的校正 然后有些颜色还原不回来导致的 那么如果我们不采用好的卫生度 去管理它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损失是很大的 那来我们看一下 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图像是怎么调整的 好 我们先在那个项目窗口 双击 我们导入一个素材 我们选择配套光盘的 第五课下面 我们找到这个女子2这样一个照片 那注意啊 不要打它的这个tag序列串的这个符号 我们只要这样单张的照片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导入到画面里边 我们为了调整起来方便 我们再不单新建合成了 而是直接将这个素材拖拽到这个合成按钮上 好 那我们就会以这个素材的大小来建立一个合成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工作了 那我们在调色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出现了 在这个project窗口下边有一个8BPC 也就是我们称之为8位的这样一个标记符号 那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谈出了我们这project sitting里边 那其中就有我们的第二项 我们可以看到到这里有一个颜色的设定 那颜色的设定里边就显示了 它有一个深度 这个位深度就是刚才我们看的8BPC的意思 BPC就是8位每通道 那这样的话 8位每通道是什么概念 我们想起来我们刚才说过的颜色 基本上都是以RGB的方式来显示的 那么RGB是三个通道 那每个通道是8位 那么加上我们的算法 就是每个通道是2的8次方 因为计算机是二进制的嘛 所以是2的8次方的颜色 我们就知道每一个通道的颜色多少呢 是256个颜色 那么256乘以256再乘以256 就是我们看到的RGB所能够实现的颜色的数性值了 那我们点击这个下拉菜单就看到 我们这里不但提供了8位的位深度 还提供了16位的位深度和32位的位深度 那为了比较这里面的区别 我们先不改这个参数 还是回到8的参数 我们OK确定一下 我们来检测一下 8位深度在调色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图像损失 因为我刚才说过 因为我们经常校色是反复校色 而这种反复校色的时候就会有损失 我们来看怎么来做一下 首先我们为图像应用一个色阶的特效 我们找到这个Effect菜单之下 我们看到了Color Correction 所有的颜色条件命令都在这里面 叫做色彩修正 我们很容易找到Level色阶的命令 应用一下 那么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 我们称之为直方图的一个效果 那个直方图就确定了当前这个片子的色彩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暗部信息 灰部信息和亮部信息 那么对应的值分别有输入和输出 我们怎么理解呢 就是修改前和修改后的这样一个效果 好 我们来做一个调节的方式 我们先把它的输出值 我们给它参数拉近一点 我们把白色的三角形拖到130左右 那么黑色的三角形我们放到120左右 那么这个数值里边 我们实际上是做了一个输出选项 我们将它整个256个这么大的一个色阶 压缩到10个左右的数量这样一个输出范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的图像就变得比较的灰了 那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破坏性的效果 那我们把这个放到这里先不动它 那么我们再一次施加这个参数 同样的我们可以再找到这个levels参数 我们为它施加第二个levels参数 那这样的话我们跟它相反 刚才是输出的时候我们把它给压灰了 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输入段的这些数据 一样改回为120和130 分别是这两个数字 那这样相当于我们恢复了刚才的一个参数的调节 但是尽管我们是在做一个恢复性的调节 但是大家不难看出画面中 并没有恢复到画面原始的那个效果 那是为什么呢 我们再施加一个levels色解就能明白了 好再次添加一个那这个第三个那个色解的图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整个的图像灰阶 已经由256个变为了10个左右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在做色彩压缩这种调节的时候 8位的卫生度在保留这些颜色层次的能力上是极其有限 所以当它压缩到这个10个数值左右 它只能够展现这10个数值的色解 我们就看到这个画面的损失是非常的大的 其根本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因为每一个位深度只有8位 那就是说每一个通道只有256个颜色 那我们可控制的范围太少了 所以我们现在重新来做一下这个效果 给大家对比一下 在16位深度的调节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好我们重建这个合成 我们重新再来过一次 看看效果是如何的 那在来这边之前我们来点击project这个8位的这个通道值 我们改刚才这个卫生度的对话框里面 我们这次把它改成为16位卫生度 那16位卫生度我们大致脑子一算就算出来 是代表每个通道有16位值 16位值就乘以2的16次方 2的16次方的情况是65000色 所以说在RGB每个通道里面都有65000色 那这样的话我们三个通道乘起来的话 它的色彩的厚度和空间就会显示的更为丰富了 好按照刚才我们的操作步骤 我们很容易我们再次调入这个Lervous色界的这个调色命令 这一次呢我们在脂肪图调节这个相同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发现就不是120和130的关系 而是变成了15000或16000多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这个整个色彩空间有65000色 而不是原来的256色的关系 好我们在输出这地方 一个改到15000一个改到16000这样数值 那么跟刚才一样 我们再一次试加Lervous这个色界 我们在输入值也找到相应的位置 大家也看到也相当于是在15000到16000之间这样一个参数 这一次的还原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是如何的 首先我们就看到画面中的恢复效果比以前那个背景的层次要丰富很多了 那么为了验证我们的参数 我们再调入我们的第三个Lervous命令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脂肪图 我们大家也看到了这个脂肪图可刚才不像 刚才只有10阶被剩下来 可是现在就剩下来大约我们估计都有一千多阶 为什么可以这么去算呢 因为有16比特的情况下 15000色到16000大约有1200多个这样的灰阶被保留下来 而这1200多个灰阶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肉眼能够分别的这样一个能力的范围 所以在16位的这个卫深度上面的颜色调节这个耸耗 基本上我们是肉眼观察不到的 即使有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我们说在调色之前 既然知道调色是有耸失的 一定要注意把这些卫深度调的高一些 以保证我们的片子有很好的还原效果 那通过这个我们不能看出色彩深度 对我们后期调色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那基本上呢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 我们都使用10位到16位的卫深度来记录颜色信息 那即使现在的高清电视 也基本上都是在10位的信息来记录这些颜色信息 所以越高的位数 也代表着更高的色彩含量 那么我们也不难想象 我们试了8位和16位 那32位的这个基数呢 就是在2的36次方每同道个颜色 那这样的总和数是更大的 那也会保证更好的色彩调节 但是呢我们也说 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命令都支持32位的这种调色功能 那有些命令它不支持 那我们就只能用到16位左右的这样的效果去调节了 那我们也说不要受到一种东西的这种调节版人 这种调节版人